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GUI设计与布局的下一个布局就是Border Layout Border Layout呢,跟Flow Layout,Grid Layout,Cut Layout一样都是一种特殊的布局类 只不过呢,这个布局叫做边界布局 那边界布局是什么样子的布局呢? 边界布局呢,我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东南西北中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 那东南西北中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我们接下来就用代码来实现 在这个地方呢,我已经写好了一个代码 当然这个代码只是一部分 那首先呢,是设计的GUI Test4 这个Test4呢,继承了JFREM也就是它本身变成了一个窗口对象 在GUI Test4里面呢,这里定义了五个JPANER对象 那在构造方法里面呢,就分别初始化这五个JPANER对象 而且设置了它们不同的背景颜色 接下来呢,我就是要将这五个JPANER对象放到窗体之上 当然,这里最好还设置一个叫做JPANER的P对象来放这五个面板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就要将P对象放到JFREM对象之上 就是this,this.getter,contenterPANER.ADDP,好,P.ADDP等等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是没有设计任何布局的 也就是说默认的时候的话呢,这个JPANER对象默认的是FlowLayout布局 那现在呢,我要重新设置一下什么呢 设置Border Layout边界布局 如果要设置边界布局,首先要得到Border Layout的对象 B Layout 好,双击导入这个包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如果我要粗实化这个Border Layout的对象 应该调用它的哪个构造方法呢 按照经验的话呢 它应该是不止一个构造方法的 好,现在我们打开Java.awt包 那Border Layout在这个地方 Border Layout的构造方法有哪一些呢 一个是不带参数的 不带参数的,它是构造一个呢 没有间距的这种新边框布局 还有一个呢,就是带两个参数 一个是水平间距,一个是垂直间距 来构造这样有个指定 建距的一个边框布局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这个不带参数的构造函数 然后通过Set Layout方法将这个布局对象 绑定到面板就是容器对象之上 容器对象P之上 说明这个P对象是设置了边界布局 接下来我该怎么添加呢 怎么添加呢 我们调用的是 带参数的哈 ADD方法 只不过呢 调用的还是两个参数的ADD方法 一个是StreetName 一个是Component组件 第一个的话呢 StreetName如果是放在卡片布局 就是给这个组件起个别名 但是如果放在边界布局的话呢 就是这个组件是要放在东南西北中的 哪一个位置假设我是放在北边 接下来呢 我将依次将其余四个面板放到 除开北边的东南西中 P点ADD 东是North 注意这个单词的写法也不是你乱写的 必须第一个字母大写 后面的小写 好 P点ADD 这下轮到了中间Center P3 P点ADD P4 刚才已经写过北边了 接下来这个地方要换成South 东南中 西的话就是West 以及 东边 East P5 好的 现在我已经将五个面板 五个面板P1到P5一次 添加到主面板P上 好 现在呢 设置窗体的大小尺寸 和可见性 Visible True 以及它的退出操作 好 现在 整段代码都完成了 关键点 获取Border Layout的对象 而且 将这个Layout的对象呢 边界布局对象 通过SetLayout的方法 绑定到某个容器组件 接下来 再在这个容器组件上 按照东南西北中 依次添加其余的页面组件 可能是JPaner 也可能是暗柳 还有可能是其他的组件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效果呢 是出来了 不过呢 跟我们想象中的有点差距哈 北边的确是红色 蓝边是黑色 东边是白色哈 然后呢 西边是橘色 中间是绿色 看起来呢 好像中间占了很大一块 当然这是它默认的一些效果 这个就是东南西北中的 这样一个布局 好 因为它默认的面板宽度是比较低的 比较比较窄的哈 只有中间的最大 如果我把它改成暗柳 北边放个暗柳 东边放一个暗柳 西边放一个暗柳 南边放一个暗柳 暗柳上有字 那么就会相应的把这几边的这个区域都会去给它扩大 好 这个就是东南西北中的边界布局 当然除了这种方式是去添加这个东南西北中的面板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比方说呢 我把原来这个添加北边面板一的这个方法注释掉 选择添加面板一 但是使用的是Border Layout 类的一个字段哈 Loss大写的Loss 这个跟上面这句话P点ADD Loss P是一样的效果 运行看一下 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效果 好 这就是东南西北中的边界布局 其实呢 这种边界布局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布局方式 因为这种布局方式呢 我们不一定哈全部都会留下五个面板 可能我只会留下这个西边和中间 比方说我把西边和中间留下来 剩下的都不留 西边 好的 保存运行一下 出来的结果只剩下左边和中间 那我可以在左边的面板上 再放一些 比方说接ButtonBE 在声明的时候呢 可以初始化 当然也可以把初始化的方法呢 放到这个构造方法里面去 Button1 好 我把它放到 Cent Ouest P4上 P4点 ADD BE 好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 好的 你会看到 由于我放了一个按钮 所以左边这一块呢 被自然被这个按钮给撑大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 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种边界布局 左边一格 右边一格 有点像分区哈 左边这一块呢 可以放你想放的页面组件 右边这一块呢 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 主页面的一些展示 好 这个就是边界布局 当然我演示的这个程序呢 是放在主面板P之上 但是这里呢 我们除了容器组件接Panner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窗体组件 接Fram 如果说接Panner组件 它默认的布局是FlowLayout 那么接Fram这个组件呢 它默认的布局就是边界布局 也就是说我其实呢 是可以把这个 this.getContentPanner.add 这个P给去掉的哈 甚至也不需要BorderLayout的对象 和SetLayout的方法 把这个P改成this 即可 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什么 this指导的是GUITest的私自己 而他自己呢 又继承了 接Fram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窗体 但是接Fram对象也是一个容器对象 默认布局呢 也是边界布局 运行看看 好 它出来的效果跟刚才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从代码上不一样的呢 就是我这里并没有采用一个主面板 接PannerP放在上面 这些所有的P1P2P3P4P5哈 当然我这里只放了P3和P4 是直接放到接Fram对象 接Fram的子类对象之上 好 这个就是边界布局 同学们可以下来试一试哦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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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